上周末我们看到观光业的左上街头 跟蔡英文政府要求能温饱 那我们来一系列就往下面看 蔡英文面对白日之后的民调下滑 恐怕地方的绿营县市首长 比他还要更加的担心 尤其这中秋价节呢 连续两个台风 让很多绿营的县市首长真的饱受批评 或许也真的运气不太好 因为两个台风经过的地方 灾情比较严重的 都是绿营执政的县市比较多一些 不过他们的反应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了赖清德 人家之前都说他赖神 我记得这个名称来的原因之一 就是有一次台风他预测的超准 对于放不放假 所以人家说他超神准的情况之下 就封他叫做赖神了 那这一次呢只有放半天被大家抱怨 中午那爸爸妈妈冒着风雨去接孩子 那哪有放半天的就被批得蛮惨的 那更不要讲了高雄市的市长陈菊 在台风天的晚上 虽然已经设了前景指挥所 不过他去帮友人助寿高歌 画面也被拍到 被大家批爆了 再来这个比较妙了 这是彰化县长魏明谷 人家网友上网去问他说 那明天要放假吗 没有想到他的回答居然是 放个毛 后来就觉得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媒体记者就去问了 结果彰化县政府秘书出来做回应 因为这秘书平常也是帮县长管理他脸书网站的管理员之一 那秘书说 不好意思啦我手机被儿子拿去乱乱回复啦 就说放个毛 当然就被他也是批评说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还有就是嘉义市长图景哲 有人批他螺丝松了 就是整个救灾过程呢 也是指挥的不是的很好 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三位来宾了 看看这个目前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为何如此荒腔走板 如果说这两位第一次当地方的父母官 那也就算了 赖神 陈菊都这么有经验的市长 为什么这次会变成这样子 来 川家哥 基本上我先讲说 那魏明谷当然是说他的一个秘书 因为魏明谷本身口才 还有那个反应从当立委的时候不太好 所以交给秘书情有可原 但是没想到秘书的儿子真的是太毛 顽皮了 其实图景哲呢 他应该是觉得说非常的欣慰 终于有人想到他了 因为图景哲是我们全台湾 所有的县市长里面 只有两个人呢 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 讲说你智商多少 我智商多少 他跟柯文哲都一样的 所以喜欢去标榜 他也是医生 医学院的 是智商很高的 这么多年了 大家只报柯文哲 没报图景哲 所以这是终于报到了 他跟柯文哲病假期去 双折民调都挂车尾 对 但是呢 其实赖清德和那个陈菊 他们其实他们就碰到一个困局 这困局是什么 万用的遮羞布不见 因为其实 万用遮羞布 因为其实根据台湾的灾防 或全世界的灾防 这个的防灾是地方首长的事物 可是过去八年呢 有个万用遮羞布叫做马英九 所以只要出了事情 就往中央一推 就推给马英九 就可以了 可是呢 他们这次发现说 其实这次怎么没有个万用遮羞布了 所以推不给马英九了 顿失重心了 顿失了一个那个前面的一个党土墙 那没了党土墙之后呢 然后赖清德呢 还有陈菊呢 刚好呢 那种内忧外患 陈菊的外患在哪里 陈菊现在就是 很多人呢 尤其泛男的人呢 认为说林权已经撑不住了 那林权撑不住 最可能来接林权的 12月25号 任期满两年之后 可以指派了 陈菊就会来接隔魁 所以国民党以陈菊为目标 泛男人士和泛男媒体 都以陈菊为目标 所以虽然陈菊过去 从凡奈比的时候 因为他的身体 他有时候唱唱歌 他总是觉得豪枕以辖 其实他跟凡奈比台风的时候的表现 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这一次 泛男人就猛攻他 这次来自外部的攻击 而赖清德呢 他只有五十出头 那五十出头呢 自得一满 然后台南市长也要当满了 当满之后呢 他又一直要北上中央 那北上中央 他又不是来勤王 他不是来帮小英的 他要去打下他的江山 可是你叫民进党的文化里面是 如果以一个赖清德 拿到大位的时候呢 跟他同辈的 比他年纪大的 通通都要告老还乡 所以呢 打赖清德的 打最多的 都是长辈 都是长辈 都是民进党的县市长 所以现在他们两个才知道说 原来有马英九在躲好 过去都是马英九 遮掩了 因为马英九呢 从那个莫拉克台风之后呢 每一次救灾 是马英九最紧张 是马英九动用了国军 但是这次还发现说 小英呢 还在家里想想 国军没有帮忙 他们就出了问题 所以很妙 现在民进党的朋友 可能比较怀念马英九 反倒是兰英的朋友 还不太希望马英九 跟他们沾上边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们的表现 后面想到他们的民调呢 看下一张 这同样是天下杂志 对于全台湾22个 县市长做的一个民调 这一份民调名单 看得出来 其实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包括哪一些 包括人气王柯文哲 跟刚才提到的图景哲 双折的确是掉车尾 下降蛮多的 那有一些新秀 突然窜起跑得非常的高 好比说 像是新竹市的市长 窜得很高 那连江县的县长 也是从过去名次往上攀升 金门县也是往上走 城局维持平盘 赖心得下滑一点点 那我要这份名单 我要特别问一下 城局这部分 我顺着刚才话题先去下来 因为高雄 齐悦很多陆客团 之前就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他们有环岛行程 那高雄不一定要过夜 或者是高雄这个站 他们可能会跳过去 就是因为绿营长期执政 那城局他在这次风灾当中 也就是又看到了他 台风天去帮人家注售唱歌 他的民调依旧是还维持得住 还维持到第三名算是不错的 那高雄的观光业者 也照样挺他吗 因为很多人就说 高雄其实市政绩效 就算是有问题 或者是没有那么理想 他拆果拆市场 被自家人批 说这叫做威权统治的遗毒 讲这话的是环保署的副署长 他们已经这样子了 但是高雄市民还挺他 应该这样我们来看 先讲这个民调 民调其实如果说是横向的比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因为很多时候会因为事件高高低低 可是你说以众向来比的话 跟他往常比起来 其实我们去看 连江跟金门他们冲上去 可能是因为特殊选区的关系 因为地方小 像马祖他可能就是 现场跟家家户都很熟 所以说他很容易冲上去 但是呢 陈菊现在他是平盘 表示他还是在大家的 整个资助非常高的地方 可是如果讲到一个 陆克的议题来讲话 我们回溯到很久以前 曾经高雄在办运动会的时候 陈菊北上北京 跟北京的访问完之后 大陆团了 大陆的比赛代表队呢 也顺利的到就是高雄来比赛 好比赛完之后 结果下一个月发生什么事情 达赖喇嘛来台 然后就是陈菊 就是到了高雄之后 好结果呢 所有当时所有很多的旅行团 到高雄之后是直接跳过去的 就pass by 当时还是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两岸关系很和缓 然后就是大家没来远去的 大陆团是一团接一团 人很多的时候也发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如果说就是当高雄又是台湾的就是算第二大的都会 它又是南台湾的门户 因为香港有个机场 所以观光业在高雄也是非常非常发达 从旅馆啊小池店啊各方面的六合夜市这些的 其实它的整个影响层面呢是蛮高的 当然如果说就是在这一块来讲 当然陈菊他自己呢也说他有机会他也想要去大陆呢再去跟大陆那边就是互动一下 然后就是也他们也非常欢迎大陆团队 很不给面子都其他城市的首长都不来了 对所以说呢在这种在这种整个的情况底下 当然其实呢高雄他已经没有就是续任的压力 因为他任期已经到了 而且他算是在高雄市民里面是应该是永远的花吗 因为很少的市长想他做这么久的市长 可是呢慢慢的这种光环会退去的时候 在这个最后面这个两年 他是不是能够维持住他这么在高雄的心目中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高的神的地位来讲 观光业者挺他吗 观光业者来讲 在往年还没有发生就是陆克这么骤简的时候 其实大家高雄本地人对花妈评价很高 可是呢我们现在观察指标就是 如果这两年就是陆克如果状况一直不好 一直下去的时候 整个高雄很多整个观光业 进入大萧条大财源 或者甚至一些会有一些社会问题出来的时候 他可能在这个他的整个花妈神话 有可能于这个民生议题来讲 他受到了一些损害 支持花妈 但是毕竟面对新台币的时候 钞票上面印的不是花妈的头像 还是新台币比较重要一些 来外民哥你来看 但这份民调对于绿营2018的选战 有什么指标性的影响 我这样的看法 就是说新的绿营的这种县市首长 他们这一次选的上来 选的太容易了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危机意识 他们认为当县长大概跟选县长一样容易 因为选县长有马英九 当县长跟选县长一样容易 另外像这个花妈或者说是赖神 他们是长期以来好日子过得太久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毕竟是老牌的这个绿营的政治明星 尤其是像花妈这个在预算上面 楼落地方人士是很有一套的 所以他在高雄能得到这么多的支持率 其实我不意外 至少对不对 你也可以肯定 他在资源的分配上 是比国民党过去来得高明多了 这是实话 大家都语录均战都有分道 至少不会出来抢要东西 对 不过我们来看这一次台风天影响到观光业 但有人说其实天气是一回事 政策影响层面更大 像今年的中秋节 观光业者的伴手礼真的业绩蛮惨的 上个周末上了街头 到凯道抗议要求温饱 那后来政府做了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 两岸关系冷嗖嗖 台湾观光产业面临寒冬 加上大陆十一长假就要来临 就传出交通部官员预估 今年台湾很可能减少近500亿观光收益 让业者急着走上街头 外界更形容这场抗议活动 恐怕是两岸震惊断裂的第一个引爆点 我想不至于 但是很清楚就是说 对外用政治的手段来干预市场的运作 这是非常明显的 两岸关系是否真的一触即发 绿委保守回应 但陆方已伤逼阵 企图明显从520后一路线缩 陆客就算想来也来不了 尽管行政院打出疏混方案 砸300亿银弹药救观光 但能不能真的成为解药 以目前政治因素影响观光收益来看 战院这方要开得让外界游行冲冲 国民党立委就直言 观光产业面临冲击 讲到底还是因为 蔡英文政府对两岸关系冷处理 现在台湾业者过不下去 要上街抗争 蔡英文对于九二共事相逼下 是要继续利手还是政策修正 观光产业抗议凸显得正是 两岸政治与经济断裂的矛盾跟冲突 我们刚听到总统府做了一个回应表示 观光的问题应该要从观光解决 那三位来宾对于总统府这样的回应 你怎么看 全差 No 所以观光的问题不从观光解决 要从哪边解决的 双夏哥 其实台湾的观光 我们知道说台湾好山好水 但是观光的时候 它比较复杂 它是一个比较整体性的一个产业 所以台湾的观光 你看这几年能够拉到越来越高 就是政治问题 所以观光不是观光 观光是政治 政治问题 所以马英九才一上任 2008年一上任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我们知道 当时的过世是 连习近平都一点 当时还是胡锦涛都一点 措手不及 其实因为那马英九就知道说 7月15一定要开始入客登台 那入客登台 其实大陆都还没准备好 是为了给马英九一个面子 让第一次的江城会 有个favor在 所以大陆就赶快给 所以其实你就知道说 从这个马英九这个任期 你就知道说 这个尤其在大陆 团进团出 是特许行业 所以这根本就是 特许 大陆的特许 如果有自由行 那还就没办法 可是团进团出 在大陆来讲 是一个特许的 那如果特许的 尤其是大陆的一个结构 如果不是政治在里面 大陆今天是随时可以拿掉 而且不是只对台湾 当钓鱼台拉起来之后 对付日本 也是用这个方法 那菲律宾那时候 巴哈拉拿那个 一个游览车事件的时候 也是用观光 所以观光这件事情 如果蔡英文真的相信 纯粹从观光扫手的话 那么显然 蔡翔翔会因为陪着她 要陪更久的时间 其实蔡英文政府也知道 这观光当然不可能 只是观光问题 因为他们内部的人士 也有人表示说 台湾搞成现在这样子 那么仰赖的路客 都是马英九的错了 因为当时没有提醒好业者 大家一窝蜂地去投资 饭店旅馆或民宿 所以让现在业者 血本无归 你怎么看 观光这个东西是很妙的 台湾好山好水 但是我现在要问 全世界哪个国家 没有好山好水 所以相对的吸引来讲 其实好山好水 并不注意 成为台湾吸引观光客的 主要的筹码 我讲实在话 台湾搞成现在 应该满意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当台湾的制造业 慢慢区域摸落以后 你要靠服务业起来 你当然只有靠观光 如果说就观光客 吸引观光客来讲 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当然是中国大陆 为什么 同文同种 他对到台湾来讲 障碍或者说 对他的亲切性 这个亲和度会比较高 所以大陆人会喜欢 来台湾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不管在语言文化 然后食衣住行各方面 他会觉得到台湾来观光 相对到其他地方来讲的话 更觉得这个地方 是适合他们来观光的地方 但是一样的 你问日本人 你问韩国人 你问东南亚人 你问欧美人士 他就不觉得台湾的海滩 会比其他地方漂亮 台湾的森林会比其他地方漂亮 所以不要以为 就是说大陆观光客不来 我就可以从其他地方 把那个观光客补进来 那个条件不一样的 总归就是如果说这问题 都是马亚九位当时的政策 太着重在陆客上面来讲的话 那绿营制度他的质量感会少一点 我这可以补一个 这是地缘文化的因素 这个你根本不需要 对不对 透过什么政府去强调 去政策推动 就像两岸经贸的形成 其实那个是市场机制 自然形成的因素 我这补一个 你如果说民进党批评这个大陆 喜欢用政治施压 对不对 然后做政治操作 那其实最会搞政治操作 影响两岸经贸的 就是民进党 所以他这些是支持恶果 我补一个 就是当时的时候 陈水扁的时代 有没有想要观光 有 所以当时的游锡坤 还有一个叫 观光客备征计划 那备征计划 当时的目标是什么 600万 代表当时的台湾 只有300万 因为扁上台的时候 300多万 300多万 所以600万 但是那600万呢 到了一直沉水扁下来的时候 都没有达成 所以观光呢 你就说 纯粹是好山好水 其实没有政治因素 是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呢 你们的动辄 都是讲到千万左右 所以呢 中间的差异 不是你的 只是好山好水 好山都在那边 可是没有政治的因素 你是没办法拉到这个600万 我们来听听看当事人的说法 来 其实帮我们说一下 因为现在有人说 中资一条龙 路客就算来 台湾也赚不到钱 你对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讲 讲法并不是很公平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台湾人出国到日本 差不多 我们台湾人呢 大概有差不多400多万 到日本去旅游 一年哦 团的话呢 大概至少在呢 差不多一半 自由行到日本也很多 大概有一半 可是呢 台湾人到日本去旅行呢 一年大概有400万 400万里面大概有200多万 是透过旅行团 而台湾在日本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免税药妆店集团 后面老板是台湾人 台湾自己开的 台湾人 而且这个老阿嬷呢 现在八二几岁了 精神异议还在拼事业 他的整个集团呢 规模从北海道到 整个就是九州 几乎到很多地方都有 所以台湾的团去日本 都会去这家台湾人开的店 他底下这个店 底下有游览车 有餐厅 有旅馆 光导游 2000多个 所以说台湾人 你回家 你自己翻一翻 你家的橱柜里面 都会找到他们家公司 出产的产品 那八成的台湾团 都会进去 那日本呢 颁奖给他 因为他诚实纳税 创造就业机会 所以优良企业 台湾媒体专访他 台湾之光 创业有成 可是概念上也是 台湾一条龙啊 我们把台湾人带去日本 台湾开的店买 是 台湾一个缆车 如果用这样的讲法的话 他就是台湾人在日本的 台湾一条龙 可是日本政府呢 是颁奖给他的 说他是优良企业 创造就业机会 你有脚税吗 对 他税脚很多 好 那回过来呢 台湾呢 就说那是中治一条龙 是非常的邪恶 那我现在换个话来讲 如果今天呢 不是中治一条龙 如果今天是苹果一条龙 我跟你讲祖坟冒清 也会什么 因为呢 旅行社苹果买走 游览车苹果买走 导游苹果聘走 他就觉得说 哇我家的祖坟 可能是有烧好香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变苹果集团 那我就厉害了吗 这样讲不对 这样我觉得说 其实呢 这是一个产业垂直整合 他是因为透过整个产业链 垂直整合之后 他带动当地整个就业机会 所以说其实包括 贺承担他自己也说了 其实垂直整合的这种 自然形成的产业聚落 他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是要增加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好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透过这样的方式操作 是不是全部都是 被怎么最上面的老板 把钱都赚走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底下创造了 所有很多庞大的就业机会 还有周边的 带动的这些就业机会 这个不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不要说呢 好像说因为这样子 大陆旅行团来 真正有接大陆团旅行证 也差不多那100家 100家里面真正有接很大量的 不超过30家 因为你毕竟你开的餐厅 或者是店 你要请的人 不可能从对岸 直接找人过来上班 那成本更大嘛 一定请这边自己的人 对 而且 当他这后面带动的 一头拉股的 包括游览车餐厅 旅馆 伴手里小张小贩 卖凤梨酥的 卖牛肉面的 连洗衣服的 这些全部加一架的从业人口 算一算几十万 所以说 在这个整个情况来讲 讲这种一条龙的这种情况 其实是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 就是把它 把我们的情绪放在里面 是污名化的情况 把一条龙三个字 稍微妖魔化了一些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 请奇悦告诉我们 就是这段时间 你们上街头说观光很惨 那又惨到什么样的程度 据说现在 一般人要去买饭店 买民宿 可以捡到很多好康的 回来我们继续聊